说出来怕吓到你,建造布达拉宫用了多少黄金你知道吗? 拉萨是我国藏传佛教信徒心目中的圣城,也是很多人心中向往的安静祥和的心灵气息地。 而布达拉宫则是信徒们心中的圣地,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宫殿群,每年来到拉萨观赏布达拉宫的游客可以说络绎不绝,数不胜数。 吸引他们出了有宏伟的规模,独特的建筑风格,浓郁的宗教气息以外,还有怕数不胜数的黄金。 曾经有人在网络上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整个布达拉宫到底价值多少?那么,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从物质的角度上来看,去过布达拉宫的人,第一眼就会被他金光灿灿的金顶所吸引。 据介绍,布达拉宫的整个顶部全部都是黄金铸成,虽然不是纯金,但是含金量也达到一个很高的地步,足够让你震撼。 这也是他毅力千年,依旧光彩夺目的原因吧。 除了顶部之外,布达拉宫内部的各种佛像、香儒、法器等也都是由黄金、白银、宝石制成的。 怎么样震撼吧? 据专家估算,整个布达拉宫使用了大约30多吨黄金,至于白银宝石等珍贵材料不可估量。 当然,布达拉宫的价值并非只有这些物质,其在文化上的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历史上,布达拉宫曾经是一个正交合一的政治中心,很多名人,如松赞干部、文成公主、历代达赖等等,都与其有著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其具备的历史和宗教的意义对于传承中华文化有著非常大的价值,可以说是无价之宝。 所以,布达拉宫不论从哪一方面都对国家、民族具有重大意义。 可谓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价之宝。小伙伴们,你们有什么看法呢?